早上好 新闻一开始先来关注叙利亚的局势发展 克里姆林宫的知情人士透露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他的家人 在叙利亚变天之后 星期日已经平安抵达俄罗斯 并且获得当地庇护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组织 星期天进入首都大马士革 随后在电视讲话中宣布 已经将大马士革从阿萨德手中解放 俄罗斯外交部指出 阿萨德和多方冲突参与者谈判之后 决定辞去总统职务 离开叙利亚 随后只是进行和平的权力交接 俄罗斯将出于人道主义 为阿萨德提供庇护 并呼吁各方拒绝暴力 以和平及理智的方式解决问题 阿萨德和多方冲突参与者谈判之后 阿萨德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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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萨德提供